今天我们是staycation 我们先坐车来游湾仔 打算吃点东西 才去酒店 我们找到弹岛咖啡店 这间是老牌的茶餐厅 我几十年前就来过 被我们碰到 咦 我的狗在看门口 多划算 找到位置坐后 想不到我上厕所 这个老爷 叮咛白蓝 叫些餐厅出名的咖喱角 蛋撻 咖啡也叫 彈倒咖啡 很多年前已经很出名 不过今时今日不知怎样 这次是长盛排咸牛肉 切开也是似罐头咸牛肉 咖喱咖啡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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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可以吗 一般 因为每一间咖啡都可以 一般 因为每一间咖啡都可以 是 是即和 算不算即和咖啡 喝一下味道 咖啡 彈倒的蛋撻 很多年前已经出名 我曾经在湾仔上班 几十年前已经出名 到现在 都是这么漂亮 看看餐牌 很多选择 有海南 鸡饭 有咖喱 现在已经出名牌了 老爷 我这只搞笑而已 静饮双鸡 只坐三鸡 然后呢 双鸡 是否四鸡 嘩 谈情五鸡 罵交六鸡 我们谈情 老爷 我们是这样计 谈情 然后罵交六鸡 那便是十一鸡 哈哈 有个问题 你说多少计多少计 没问题 但你的基础是什么呢 基础数是什么呢 我最低消费22鸡 所以这个成立 多少计多少计 就成立 我叫海南香菲鸡 配松草花 鸡汤米线 就是这个 它可以跟饭 不过我今天想试一下米线 当然有酱料 这个餐还配上一杯 漂亮奶茶 不记得说海南鸡 我是转了鸡腿 要加10元 所以这个餐就是74元 这个鸡也好连滑 不过就没什么鸡味 那餐跟个松草花鸡汤米线 都有松草花的 交足气的 米线质底正常 还有点蛋芽 还有点葱粒和丝瓜 做配菜 鸡汤清清点 小鸡味 都不错 酱料 黑色的酱油太甜 中间的辣的泰国鸡酱也很好 至于那个姜葱太淡 至于谈到的奶茶 我觉得这么多年 它仍然是一样的水准 真的没话说 大家看看我这一块是什么 哇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经常带筷子出街 这个就是我的筷子桶 我相信你们对我的筷子 兴趣就不太大 但是这个筷子桶 很多人都想找 哇 厉害厉害 你们看不到啊 很难找的吗 没错 好 给个close up看看 刚刚摆下了一对 几对筷子 三对 三四对 那也挺好啊 那人整理了 我用了很多年了 到现在找不回 是吗 这个 这个 这个胶桶很难找的吗 是啊 这个桶呢 是 是 卖那些 就是写画那些毛筆 用来装那些毛筆的桶 哦 那我买呢 就不要那些毛筆 你用来打筷子 哇 筷子 被我们发现到 原来我把桌子隔离一块镜子 装那些香港的名声 有蛋撻 什么力保中心 有大佛 旧的巴士 还有个尖沙咀钟楼 够了经典 埋单126元 就是拿这张这么怀旧的单 去埋单 果然是老牌的餐厅 彈到有面包卖的 菠萝包 脏糊糊 鸡尾巴 够野味 哇 哇 还有沙翁 那些 好环球 鸡梯 这个是 前面就是湾仔站 旁边就是湾仔电脑城 这里是天尼斯道 我们很多年没过过来 我十年未来过湾仔 真是大香里 这里就是庄士敦岛 有名电车路 来到喜帖街 我未来过 向前行 为什么老爷拖着两个行李箱呢 我们现在在逛街之前 过来逛逛 过来逛逛 小飞峡 有回我们的年纪 就知道小飞峡了 不知道现在小朋友 知道吗 这里很有外国感觉 这里有餐厅 这里有餐厅 公公婆婆 坐在这儿很游客 老爷 老爷说前面 那里就是皇后大道灯 他的背面 转出去装饰灯 老爷们要坐在这儿 又要坐在那里 在这儿 老爷们坐在那里 一路走 一路有点音乐 播出 人家 好舒服 好游闲 又有户外的餐厅 可以坐在那里 欣赏风景 有个蛋撻黄饼店 有夜饮 有乌冬吃 现在是中午12.9 所以有人排水等位 转到出来 原来是出名的合伙中心 哇哇哇好高 下一站我们就去酒店 哇突然下大雨 下狗屎 打球才来下雨 幸好酒店追完醒目 拿起来接我们 多谢你们 千万别错过我们下一集 酒店staycation 如果想先祷为快 可以立刻看我们的酒店直播 有room tour 不要走 大家有没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进来看看 我有很多生活的点滴分享 ID是redpok118 多谢 谢谢 看完影片 高不高兴 高兴是按过中间的订阅锁 钟仔 下次高兴会找你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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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